早安請 我們今天在日月潭 現在在水色碼頭這邊 對 我們現在準備要去騎環潭一圈 那我們這次呢 會走順時針的路線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水色碼頭 等一下會騎到招物碼頭 那這條環潭的路線呢 是CNN平權最美的一條路線之一喔 所以我們就來騎看看 在這個環日月潭啊 它在每年的春夏秋冬的時候呢 它在四個不同的時間 都會有環潭的那種認證活動 那認證活動都會送一個獎牌 很可愛的一個獎牌 但是那個獎牌 通常非常快就會被搶完了 對 所以我們這一次也是沒有 好 那我們來一起看看 走吧 看一下 現在7點29分 騎了5分鐘到這個招物碼頭 我們是25分出發的 後面很多路營車在路營 對啊 慢慢過夜 然後把椅子擺在那邊 好舒服喔 然後每一台都是那個 大台的車 好 繼續騎 看我們這樣子騎完一圈可以騎多久 這感覺就超久 好啊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九龍口 然後它這裡有一個觀景的平台 很漂亮 剛剛也有一些人在這邊拍照 然後我們剛才沿路上騎過來 都是那種腳踏車步道 非常漂亮 超美的 對 大概騎10分鐘 那我們剛才從水色碼頭 到這邊的腳踏車步道呢 到這邊就騎完了 我再往前騎的話 也是有一小條 但是就只剩一小條而已 那如果說繼續騎環灘的話 就要走我們剛才上來的那條路 然後上來之後 接下來就是騎馬路了 對 就是騎這個馬路囉 剛剛騎過來路上一直聽歌 覺得很開心 呵呵 那你還聽到我講話 我今天收到這個SHOX的耳機 我覺得超好的 因為它這個是古川島的耳機 所以它不會遮蔽旁邊的聲音 所以我們這樣在騎腳踏車的時候 其實就是可以聽得到旁邊的車子的聲音 對 所以就不會比較不會說 都沒聽到然後很危險這樣 而且我收到這個是環法的限定環 嗯 好 那我們繼續走 你看你後面好美 隨便的地方都好美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們離開了那個下雨一個多月的地方 到哪裡都覺得好美 真的 是一個坦白就很美 嗯 好 接下來就是走柏油路 這個步道是從水色馬頭到香塞 哦 那這裡是什麼 四點還是四點 水色馬頭到香塞 是我們剛剛那邊 是我們昨天騎的那邊 咦 這裡還是有啊 對 還有一點點 哈哈哈 我看見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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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上坡 唱歌最久了 哈哈 哈哈 是公主 因為我覺得 還是有上坡路段 在雲品外面 這個趴是多少啊 對啊 我覺得有十啊 剛才那條自行車道啊 到這邊就終點了 我看見了 我看見了 對 有一個坡 對 剛好讓你醒來 有沒有 有 還可以聽音樂 對 還可以跟我講話 我覺得上坡聽音樂 真的超好的 我們現在到的這個地方 是文武廟 那這邊呢 就是一個供奉 岳飛 供奉孔子的地方 好 非常中國風的一個廟 很漂亮的一個地方耶 你有沒有覺得又是一個 我們平常如果說 開車來日月潭的話 不會特別經過的一個地方 對 絕對不會聽起來 不是啊 如果說我們沒有特別要來文武廟的話 我們不會開到這裡 我們通常都有在日月潭市區那邊 然後到那邊 然後吃東西 遊湖 可能就結束 或者是騎一小段自行車道 這樣子 好走 繼續走 他們可有兩隻大事 對啊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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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舒服的一個地方喔 都捨不得快快騎 但是又很想要那個 踩山步道很漂亮 對啊 好舒服的一個地方喔 都捨不得快快騎 但是又很想要那個 踩山步道很漂亮 不要起來 對 因為就現在沒有很多車 很舒服 對 伊達紹部落到了 這裡有沒有吃的啊 對 這裡就比較多東西耶 對 這裡就比較多東西耶 小菇蘿 伊達紹馬頭在這 而且這樣吃山都好香喔 對 花的味道 對 這也很舒服的 你看 連續爬坡建議牽車請 我覺得我要牽車 這也不就有很多單車租借的點 對啊 因為這條路實在是太適合 不管是親子或者是公路車的人 都很適合來騎耶 嗯 所以我們昨天住的那地方 就很多那租電腐車的齁 對 協力電腐車 對 然後我們剛剛一路上 一直看到很多騎公路車的車友 我讓你願意就要跳 對 我讓你願意就要跳 過了懸上4次之後呢,前面就是石仁塔,大概200公尺 那這一段上坡就會到這邊結束了,接下來就是下坡了 前面前有舞弊 天氣做生育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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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大不要老 沒有老,甚至不母乳 前面做生育的 meat做生育的 生育的 壞 Arm 有 剛剛過了環湖的路線之後呢 現在我們到了一小區 這邊就是山區 這邊就比較多住宅 然後還有農田這樣子 還有一些商店 到了這裡就有一個插路 然後往那邊走的是車程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往那邊騎 往回騎了 往回騎那邊 這個上坡啊 就是剛剛我們看到的那個上坡 有打消档嗎 就到了一個連續爬坡 建議牽車型的一個地方 喂 嗚 怎麼樣 前去爬坡之後聽這音樂感覺如何 不錯 是嗎 對 這一條應該是 在治月潭這裡 比較累的地方了吧 再兩個轉彎就會回到巷山遊客中心了 好 今天 今天日約潭這邊有一個活動 一種活動呢 剛好碰到只有兩天的花火水活動 對 滋味 現在就要來看看 我們這樣子就要去做 我們要去做一個 真的 超常的 吃瓜 好 我喝 剛在湖邊吃了一下東西 好厲害喔 回去嘴色買喔 我們就慢慢騎這條最漂亮的車輔道回去 就是這條有自己的車輔道 我們現在騎完一圈啦 很舒服的一圈 好看一下我們騎了三個小時 對 還吃東西啊 然後距離是30公里 對 然後這樣子一圈的爬升的高度是402公里 對很舒服耶 很舒服耶 很棒 難怪是會被影響為世界知名的單車景點 對 有幾段呢是有自行車的步道 那那邊的速度呢 我們就騎得比較滿一點 對 然後其他就是跟汽車騎在一起 對 那邊就可以騎得快 然後在那邊也很舒服 就整個就這樣 對 大樹 在山林 然後跟湖邊騎啊 真的 對 超棒的 好那這條路線也非常推薦大家有空的時候可以來這邊玩 嗯 就算不是騎公路車騎親子的那種車也可以來這邊玩喔 對 也都非常適合 好那我們這次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 掰掰